那么奥巴马总统将在今天公布的对付伊斯兰国的战略 它到底能产生多少的成效呢 在911事件即将要届满13周年的前夕 美国在全球的反恐行动 它到底是取得了成果还是在节节的败退呢 我们下面要继续通过连线 为您邀请的是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陈一新 陈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 陈教授您好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在这个新闻当中的一些专家的分析 但是我们知道8月底的时候 奥巴马总统还说对伊斯兰国美国没有战略 当时还引起了一片哗然 很多共和党的议员对此进行了批评 那么今天奥巴马总统说 他不但要提战略 这个战略还要来打败伊斯兰国 您觉得在有限的军事行动下 美国能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办法吗 我想美国总统提出 这个就是没有地面部队 这个可以 最后的 当然 蒙国的不别是土耳其库德族 不过我相信美国必须要提出一支 提供一支有效的部队来升纤士卒 才能够让盟国相信美国是有决心打赢这场战争 否则只靠空袭可能很难说服 只派个几百名甚至所谓地面的部队或者顾问 可能很难说服派让盟国自愿派出更多的部队来参加这场 打击这个恐怖集团伊斯兰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动 可能很难奏效 否则的话 假如不能奏效就拖到奥巴马卸任后 那就为美国未来的政府留下一个大的负担或者包袱 是 那么陈教授我们知道白宫方面官员透露 这份新的战略计划可能是一项持久的行动 那么有可能要达到三年的时间 那我们也知道三年之后奥巴马总统就将卸任了 这会不会成为又一场美国陷入的长期战争呢 您的看法 那奥巴马又把一个难替下一任的政府 就跟奥巴马之前呢 从那个小夫妻政府接收下一些伊拉克撤军的问题 或者是这个阿富汗撤军的问题 就留下个滥子 所以他假如两年之内完成的话 那可能留给后一任政府 他是一个成就而不是一个负担的 那么这个对奥巴马的这个历史地位 或者声望来讲呢 是有非常重要的 尤其他在这个期中选后 大家都预估他可能成为博押总统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假如没办法在军事上采取更有效 或者在外交上采取更有利 也推动 那么留下贪贪来讲 不少事情 而且呢 对他的历史地位 可能也会带来负面 是 陈教授 抱歉您的这个声音音频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最后简短的 利用30秒时间 我们知道明天就是911周年的纪念了 13年来 这个911可以说是美国打击极端伊斯兰势力的一个开端 但是很多人说看着伊斯兰国的壮大 也有人认为美国在全球进行的反恐战争是失败的 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呢 欧巴马这个在去年对叙利亚的不行动 因为行动有很多种 欧巴马应该挑出一个比较好的行动 那么让叙利亚的这个执政者 这个或者是反方军呢 都能够获得一定的压制 那么才能够遏止后来伊斯兰国的壮大 那么现在很多美国人把这个情况归罪于欧巴马 当然不见得完全是他的责任 但是他去年的不行动呢 也造成了他这个今天的很多的 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一些困扰 难题 是 所以您觉得美国的这场反恐战争 它到底情况如何 您觉得它是成功的吗 到目前为止 还有什么需要值得改进的地方 目前为止 美国必须全面恶阻 反恐组织的大串联 从这个中东到南亚到东南亚 来治愈其他地区 这个小布希呢 也许很多人说他的战略上 可能犯了某些作物 但是呢 他至少成功的没有让九一事件 再重现于美国 那么欧巴马呢 现在还虽然恐怖分子的行动 这个攻击 但是欧巴马假如说没有好好的摧毁 这个伊斯兰国的话 他的这个整个战略呢 就不能算完全成功 假如拖到下一任 那么下一任是下一任的问题 而不是欧巴马的这个成就 所以说欧巴马必须要善用 他这个最后的两年多的时间 好好立定一套 能够让恐怖分子 特别是伊斯兰国 或者盖达组织呢 一个能够好好的 质押他们的一个战略 而不是让他们变成全球大战联 是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台湾淡江大学的 陈一新 陈教授 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么有关于欧巴马总统 今天演说的全部内容 美国今夜将在第一时间 为您进行报导 请您锁定我们的广播 还有电视节目 或者登入美国今夜的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即时报导 网址是VOACHINESE.COM